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庄宇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呢 马上带着大家的一块来关心的是 在高雄小港区 这辆自小客车呢 昨天是拒绝警方的盘查 那么驾驶呢还直接冲撞远警 而当时警方是边跑边对着车子 开了八枪要制止 但是嫌犯还是继续逃跑 那么惊险的过程全部都被民众拍了下来 而有两名远警也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受了伤 事后警方是调阅了监视器一路的追 巡线找到了一个大楼 而里面呢刚好就是灵性嫌犯的租屋房 那么看到灵性嫌犯在里面 立刻上前去将人压制逮捕 后来才发现他会逃跑 是因为他是一名毒品通缉犯 好 接续要关心呢 是发生在昨天南投有一名移工仲介 遭到了杀害 他是一名61岁的男子 行动不便 由于他的双手还有脖子呢 都被电线给捆绑 然后身上的现金啦 金饰也都不见了 让家属怀疑是财杀 可是呢这过程当中却有不少的疑点 包含就是说他在屋子里头 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而且呢也没有大片的这样子的一个血迹 因此怀疑说呢 男子的住屋处呢 这个住处呢 并不是第一现场 而是被人家呢 从其他的地方压回家的 好 那么对此呢 法医高大臣呢 也有这样的见解 他说虽然说男子因为是患有糖尿病 行动不便 但是要绑住一个人的话呢 恐怕也是蛮困难的 所以他推测凶手很有可能 最少是有两个人 好 另外呢 从现场呢 没有打斗痕迹 种种迹象 看起来也不排除是熟人所为 好 不过针对这一起命案 邻居都表示说这一名实则 他平时对于财务方面来说是相当高调的 常常跟别人说 他的月收入大约是有六七十万元 现在想一想很有可能是因为钱财漏白 才引发了这个杀机 但是仲介的收入真的可以来到一个月六七十万吗 我们的记者实际访问到了其他的仲介业者 表示说呢 仲介除了每一个月一万五到两万元的底薪之外呢 每进一名移工呢 还会有这个进工的奖金和约金 还有每一个月的移工服务费 这么零零总总加起来 大约是四万元左右 好 要是一次呢 接到大厂的单会 引进个二三十位的移工 那么月收入百万都不是问题 好 其他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国军在今天是在屏东三军连训基地 来进行一连串的重炮射击 从上午的八点半开始 现场就是炮声隆隆的 那么演训还在进行 现场状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邱军平来告诉我们 谢谢主播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 为了要促进美国的半导体制造 还有研发的能力 并且要来加强对于中国的竞争力 还有呢 加强国家的安全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在9号是签署了 晶片法案 将为美国的半导体的生产呢 挹注1.5兆台币 接下来呢 是要来推动 这个半导体产业和研究 并且呢 还要试图的拉拢美日台韩 希望说呢 可以来建立这个所谓的四方联盟 提高对于中国的科技的一些竞争力了 好 不过呢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 南韩方面呢 则是表示说 他们是愿意参加的 只不过呢 接下来是不能够限制他们呢 对于中国的出口 而面对这个美方的动作呢 中国当然也做出回应了 他们认为说呢 这个美国晶片法案啊 就像是冷战的思维 好 不过呢 拜登则认为说 那么接下来呢 美国将会再一次的领导全球 另外一方面要来看到就是呢 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呢 他也表示说 接下来这么一 这 这么接下来呢 美国将会拥有呢 经济独立 也会强化他们的国家安全 更能够改善国民的财务状况 好 不过全球的晶片产能有高达八成 都是在亚洲 那么台积电就占了全球晶圆代工高达六成 而在晶片法案问世之后呢 美国企图希望啊 成为这个主要的晶片制造国 那么美商英特尔呢 公司也势必有可能会获得最多的资源 好 不过呢 针对这神奇事件呢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呢 他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说呢 台积电啊 在亚利桑那州呢 来设厂 应该是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之下 才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只不过呢 美国缺大量的制造晶片的人才 而且呢 整体的生产成本呢 也比台湾来的贵上50%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晶片法呢 恐怕会让美国白忙一场 那么另外同样也有分析师认为说 美国是缺乏身材精远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所以呢 认为未来呢 美国对于台积电的依赖 应该还是不会减少 好 这次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他的硕士论文呢 被台大认定是有抄袭 不过林志坚出面喊冤 他说台大的做法像是突袭 让他没有机会好好说明 认为说呢 怎么会在还没有调查之前 就先定调这是所谓的丑闻 所以他认为这根本就是未审先判 他说他现在的心情就是买口莫辩了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的就是呢 他的这个论文指导教授呢 也就是呢 国安局长陈明通 他表示说啊 如果台大呢 想要来调查的话 他是可以好好的来说清楚的 好 不过我们还要来看到就是呢 这个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王宏威呢 他则认为说啊 台大现在应该是要来继续的清理门户 更说呢 有收到具名的检举 所以呢 请台大呢 必须要继续执行 好的确呢 台大在昨天认定说 林志坚的论文是有抄袭 并且要来彻查林志坚的指导教授陈明通 那么同样身为台大教授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啊 他就说做出了他的表示了 他认为说老师本来就应该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而且呢 他也认为说林志坚绝对不会是个案 更炮轰说整起事件啊 就是非常的这个ugly啊 也是只能用这样很丑陋来形容了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来看到就是前立委黄国昌了 他说他看到了这个民进党的声明 他觉得整无可忍 他觉得不应该这样胡说八道 好 社会焦点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独得5.7亿威力彩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 可是在新北市有一个唐先生他出面指控 说呢 在11年前中奖了之后呢 他把钱回馈给神明盖庙 可是呢 自己啊 却被这个宫庙呢 来诈骗了3.7亿啊 不仅呢 这个威力彩的领奖呢 全部都是用这一个宫庙的这样子的一个公主的名字 来去用他的名字啊 那么另外呢 就连这个宫庙盖完之后 土地呢 也是登记在这个公主的名下 那么剩余的款项也通通拿不回来 让他气得要提高 好 另外还要来关心的是在金门县京城镇呢 有一间民间弹药工程公司呢 在今天清晨发生了火警啊 现场爆炸声不断 而且起火点的旁边呢 就是公司用来呢 这个炸花钢研的弹药库 只有大约50多公尺的距离啊 就怕引发更严重的火势 因此军方还有消防人员呢 都到了现场救援 好 现在共军频频是在台海的周边 来进行军演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却是率团访问中国 而且他说这一趟的行程 主要是要见台商跟留学生 他也认为说两岸应该要有更多的沟通 就算是陆委会劝阻也无效 他是坚持要来出访中国的 好 不过这个国民党呢 是定调说 夏立言的这一次出访行程是关怀 聆听之行 好 面对呢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率团来访问中国 那么现在呢 党内的青壮派呢 是开始展开了联署 希望说呢 党高层啊 能够停止出访来聆听民意了 好 不过另外我们要来看到 就是说呢 这个台北市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 讲万安呢 他就认为说 夏立言呢 这一趟出访到中国去呢 其实主要是以民间的立场了 希望呢 可以去了解呢 这一个台商的心声 而另外呢 这个曾宗 曾明宗呢 他也回应说 其实呢 夏立言这一趟的出访呢 是早就已经呢 安排好了 所以呢 他也希望呢 民进党啊 不要呢 再来模糊焦点了 不过呢 针对这样子 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 还是选择要出访呢 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则是表示说啊 如果这一趟呢 不是要去向北京抗议的话 那他不知道 这个时候去中国要干嘛 好 其实我们要来看到啊 拥有两面奥运金牌的 日本花式 华冰名将 雨声杰弦 他在7号 开设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短短两天啊 已经有40万人订阅了 第一支影片的点阅率 也突破了200万 那么就在这个台湾时间11点呢 他也首次是透过直播了 来分享他的练习画面 才开始没多久啊 就已经吸引了超过10万人 一起观看 好 另外一个体育焦点 还要来看到的是 下个月即将要满41岁的 美国网球天后 小威脸 好 我们继续要提醒大家啊 在网路呢 诈骗的东西非常的多 大家一定是要在求职的时候呢 睁大眼睛了 首先我们要先来看到 就是说呢 最近在网路上面 有很多陷阱的讯息 像是有诈骗集团 就会在脸书上面啊 写下说什么 以18万元高薪啊 只要来公司 就可以先给2万 这样子非常优渥的条件 来吸引被害人上门 但是呢 一道面是场地呢 被害人的存折啦 还有身份证啦 就会全部被收走 变成了人头账户啊 甚至还被囚禁了 最后只能够趁机传讯息 给朋友求救 才顺利脱捆 好 另外还要来关心啊 放暑假 台中的警方很担心说 青少年长时间 接触网路3C产品 恐怕会吊住 网路的博弈陷阱 欠下大笔的债务啊 所以呢 他们就特别找来 真的曾经呢 加入过网路博弈 后来呢 输了一堆钱 被迫追债 而且还被迫休学的 17岁少年来献身说法 希望可以用他的例子 来劝青少年 千万不要沉迷赌破 好 现在物价包涨 荷包真的守不住了 但是在这个台南呢 有一间自住餐店啊 是让大家呢 吃完想吃的菜跟白饭之后 结果一结账之后 发现说这便当呢 竟然是要价300元 询问之后才知道 原来在这边啊 卖的这个鹅啊 一颗就要15块 让他觉得非常夸张 无奈的说呢 早知道就不会假了 接着来关心疫情的部分了 现在本土的BA.5连环报 有专家就预估说 8月底BA.5的占比呢 会开始超过BA.2啊 那么对此台大儿童感染科医师 黄利明就认为说 一旦呢 BA.5的占比开始增加 那么预计大约 两个礼拜的加速期 确诊数呢 就会超过BA.2 而高峰呢 也不排除就会落在 5到9万之间 并且也很担忧说 要是先前没有感染过的民众啊 恐怕就会是下一波 疫情主要肆虐的对象了 因此也呼吁大家呢 要好好的接种疫苗 做好个人防护 好 观众朋友 我安欢迎您持续锁定 华视13005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 马上要带着大家一块来关心的 就是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 林志坚 他的硕士论文呢 被台大认定为抄袭 好 不过林志坚呢 是出面对自己来 出面来为自己喊冤了 他说台大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等同于是突袭 让他没有机会好好地来说清楚 他认为说呢 在还没有调查之前呢 就已经定调说呢 这个是丑闻 他觉得这是未审先判 那么他现在呢 心情就是百口莫辩了 好 不过呢 另外要来看到的就是说呢 这个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王洪威了 他表示说啊 台大现在呢 应该是要来继续地清理门户啊 更说呢 是因为有收到具名的检举 认为陈明通教授是有违反学术伦理的 那么对此呢 也就是论文的指导教授 现在是国安局长的陈明通呢 则表示说呢 要是台大想要调查的话 那他可以来完整说明 好 面对着整起论文事件 同样是身为台大教授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啊 他在今天表示说老师应该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啊 而且他也认为说呢 林志坚绝对不会是个案 炮轰说整起事件呢 就是只能用ugly丑陋一词来形容了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呢 前立委黄国昌同样是台大的校友啊 他说呢看到民进党的声明呢 他觉得是忍无可振 他觉得为什么可以这样胡说八道 好 整起论文事件呢 是持续的在延烧 那么台北市业员苗博雅 他认为说林志坚虽然是距离力争啦 但是要拿个人跟台大社会公信力 来进行对撞的话 那么胜负呢似乎太过明显了 恐怕呢像是中间的选民 还有青年的族群呢都不会买单的 但是民进党上下现在还是支持到底 包含像是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呢 他就说不担心会有冲击 只说林志坚是盟友 那么党中央也定调绝对不会换监 好 不过持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 中国解放军在9号也就是昨天 依旧是大动作的来围台军演 那么我国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就表示说 在昨天的晚间 是在北定地区的这一个禁限制水域的上空 又发现了一辆无人机 那么当地的驻守部队呢 也立刻采取了标准的作业程序 来示警跟驱离 并且加强来监控 不过面对国际间的反弹声浪呢 中国倒是秉持这样子一贯的认知 他们说呢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样海峡中线的问题 他们也再一次的指出了 说这些军事的演习的活动呢 符合了国内法跟国际法 甚至也符合国际惯例 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好 面对呢 那在这样子敏感的时机点 国民党副主席夏令元却是呢 选在今天帅团去访问中国了 好 他说呢 这一次的行程啊 主要是可以去见见台商还有留学生 他也认为说两岸应该要再多加的沟通 并且也表示呢 这一趟呢 访中之行呢 并不会来去会见中国的官员 好 虽然说呢 这过程当中啊 陆委会有强力的劝阻 但是呢 他依旧是坚持要来出访中国 那么至于国民党方面呢 则定调 说夏令元这一次的出访行程 视为关怀聆听之行